金庸先生笔下有着众多的门派 这些门派以及门派的高手有很多 其中有一个门派很特殊 因为这个门派并不算是多么的强大 他的开派祖师只能说是一个二流高手 但是门派中却高手辈出 这个门派不是别的门派 就是昔日的全真教坐下全真妻子中 实力最弱的好大通开创的华山派 在神雕侠侣中 这位打死了孙婆婆令杨过对她大为痛恨 但是所有人想不到的是 这个人物后来却创立了一个门派 叫做华山派 间接影响了整个江湖数百年之久 华山派开派祖师好大通 最多算是一个二流高手 而华山派历代虽然良又不齐 却出了不少高手 且其中有四位在后来还成为天下第一的高手 今天我们就来了一下 这四位天下第一高手都是谁 首先就是剑圣风清扬了 风清扬是剑宗弟子 后来剑宗被灭 他就隐居于华山后山丝过崖 不再出现在江湖中 不过他的武学却是天下无敌的 他所修炼的绝世武功叫做独孤九剑 此剑法被怀疑是独孤求败的剑法 能够破紧天下武学 而风清扬先锋道骨功力深不可测 他的剑法更是登峰造极 炉火纯青 只怕东方不败也不是他的对手 说他是天下第一高手并不是吹雪 毕竟当时没有别的绝顶高手 能够和他一较长短 炼火冲只是得到他一小部分真传 却已经能够驰骋武力 可见其实力之高 天下第一实至名归 第二个天下第一不是别人 正是炼火冲 为何这么说呢 炼火冲得到风清扬的传承 在江湖中跻身一流高手 就算是任我行岳不群都败给他 不过和东方不败风清扬之流相比 不足以成熊吧 的确如此 但是大家别忘了 在孝江湖的后期 东方不败以死 而风清扬老迈 炼火冲又得到易经经 等武学 实力更是突飞猛进 无需多少时日 必将成为天下第一 所以说呀 炼火冲是继风清扬之后 华山派所出的第二个 天下第一高手 第三个华山派天下第一高手 乃是神剑仙缘穆仁清 这位就是碧雪剑中原承治的师父 慕仁清在武林中身份地位是极为崇高的 可以说接近无人能及的第五 晚年的他喜欢隐居于华山 极少在江湖中走动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当年的他有多么的强大 他驰骋武林已经接近20年无敌于武林了 也就是说 这位已经成为天下第一 20年之久 在这个宝座上 数十年无人能和他一较长短了 华山派所出的第四个 天下第一乃是袁承治 袁承治自小学习华山派剑法 华山派的各大绝学 他都十分精通 加上慕仁清的宠爱 可以说他得到华山派的辰转并不为过 而后来他又学成了金蛇狼君留下的金蛇剑 金蛇追以及金蛇秘籍 学成其中的金蛇剑法 借此横扫胡林 不过初期的他的确不配天下第一之名 毕竟功力尚减 战斗经验也不足 但是后来他融会正写武学 实力已经非一般人能及 成功击败了玉真子 他的实力已经得到证明 而最为主要的是 慕仁清已经逐渐老迈 再过几年天下第一 非他莫属 所以说 华山派的确是金庸笔下最为特别的门派 虽然经常出一些亥群之马 比如岳不群 林平之 鲜鱼通之辈 不过所出的高手也不少 仅仅这四个天下第一高手 已经足以打响名堂了 如果有人辨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就会发现 每一部小说之间 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传承在里面 除了最明显的社交英雄传 和倚天屠龙记之间的传承之外 还有的就是通过武功 或者门派的传承来表现的 华山派在金庸先生的四本书中都出现过 分别是 《倚天屠龙记》 《笑傲江湖》 《碧雪剑》和《鹿顶记》 其中 《笑傲江湖》的主人公练狐冲 和《碧雪剑》的主人公 袁成志 都是华山派的门人 华山派 也成为金庸小说中 出现主角最多的门派 再读这些大作 就会发现 金庸先生在华山派上 所花费的心思十分深重 以至于细细品读起来 华山派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 人一般 显露在所有读者面前 从一开始的《急急无名》 到后来的《五月称雄》 可是还没来得及出风头 由盛转衰 最后又重新恢复盛名 但最后 也再度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华山派就像是人生般 跌宕起伏 让人唏嘘不已 不过要想说清楚 这其中的曲折 就得从金庸的四本小说中 去寻找 在金老先生的设定中 华山派到底是什么时候 创立的门派呢 这里就得扯到金庸武侠世界 更靠前的故事了 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 也曾出现过华山 但说的是天下武爵 在华山论界 如果这时候华山上真有门派的话 以王重阳 红旗公这样善良醇厚的宗师 绝对不会跑到人家地盘上 去打架的 同样 《神雕侠侣》中的新武爵华山论剑时 也不可能有华山派存在 所以 华山派应该是出现在 《神雕侠侣》之后 一天屠龙记之前 这两本书中的时间 大概是间隔了百余年 百余年的时间 华山派就一举崛起成为六大派之一 虽然也许势力倒数第一 但却也让人感慨其惊人的发展速度 随后 转到第二本小说《笑傲江湖》 为什么说《笑傲江湖》的时间在明朝呢 首先我们来缩小一下范围 《笑傲江湖》中女二号月灵山 在听到林平之说起祖先林远途 曾做过和尚后 说了这样一段话 明太祖族元璋少年时也做过和尚 由此可证 《笑傲江湖》至少是明朝之后的故事 而在背景为清朝康熙年间的陆顶记中 有位城关和尚曾说 听说前朝有位令狐大侠 无招胜有招 令狐冲是《笑傲江湖》中的主角 清朝的前朝就是明朝 由此可以推断 《笑傲江湖》应该是发生在明朝中后期的故事 其中还是有一个证据 可以证明《笑傲江湖》是明朝中期的故事 《以天屠龙记》中写到周元璋 借助明教势力登基为例 但自古非鸟尽梁宫藏 明教教众虽然远顿江湖 但仍然害怕被朱元璋追杀 所以化名为日月神教 大概是朱元璋为了丑化日月神教 所以用了舆论压力 活生生把日月神教变成了魔教 跟《以天屠龙记》不一样的是 此时的华山派已经成为江湖上 鼎鼎大名的明山正派 除了少林武当和崇山派之外 也就是以华山派为尊老 但华山派在《笑傲江湖》中曾经红盛一时 远非松山派可以匹敌 只不过是因为惨遭日月神教进攻 和华山内斗才变成二六门派 《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掌门叫岳不群 岳不群被金庸塑造成了一个 为了广大华山派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 岳不群外号君子剑 为了争夺五岳剑派掌门之位 岳不群不惜陷害徒弟令狐冲 自攻修炼葵花宝典 但最后因为事情败露 死在了横山派女泥宜林剑下 唾手可得的霸主之位也在转瞬之间化为乌有 原本即将再度登顶的华山派 也在弹指之间繁华不再 因为这一次的变故 让华山派几乎死光了中间力量 只剩下一些器宗的无用子弟 华山派再一次到了 省子存亡的关头 可是转眼间到了明末时期的 碧雪剑中时 华山派却成为了当时武林的第一大派 不仅华山掌门 穆仁清天下无敌 就连穆仁清教出来的三个徒弟 黄真 贵心术和原成志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其实 碧雪剑算是金庸成书较早的小说了 但金庸却没有断掉碧雪剑和笑傲江湖之间的关系 在主人公原成志拜师时 穆仁清曾说 华山派的开山祖是姓风 提到风姓 金庸小说中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笑傲江湖中的华山器宗长老 风青羊 虽然说笑傲江湖中的华山派已经几乎全废 但是风青羊却一直待在后山 当时的恋狐冲身为横山派掌门 又学习了少林的易金庆 是决然不可能再回来当华山派的掌门了 但让他看着抚养他长大的华山派就此万劫不复也不可能 所以他让华山涅槃重生 并立风青羊为开山祖师 重新开始 也不是没可能 而碧雪剑中的华山派已经再度走上了巅峰状态 整个明末江湖仿佛都是华山门徒在搅动 读到这里 我不由的思考起来 金庸老先生为什么非要让已经激进覆灭的华山派再次绽放异彩 虽说这时候的华山派是第一门派 但人员数量实在是不多 所以还没过多少年 已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去了 金庸先生的封闭之作《鹿顶记》中 并没有关于华山派的记载 但是却出现了一对夫妇 那就是华山派掌门 慕仁清的二弟子 神权无敌归心处夫妇 这两位高手是在刺杀康熙皇帝的时候 立即二死 从那之后 关于华山派的一切也彻底无影无踪 金庸先生虽然曾极尽描写华山派 从长教开始的为人不堪 如鲜鱼通的轨迹多端 如岳不群的卑鄙无耻 但也留下了宁中泽的女中豪杰 袁承治的京中豹国 等光辉形象 直到封闭的最后 金庸先生也给了华山门人悲壮的结局 纵观金庸群书 秦老对于华山派的描写 可以说是最为传神 也最为跌宕起伏 他写的是一个门派的起雨落 也写的是人生的起雨落 我会说是最后 最后一会讨论的金庸群 我会说是最后一会讨论的 我们修有的金庸群 就说是最后一会讨论的 资金庸群的钱 我会说是最后一会讨论的 优优独的一会讨论的 最后一会讨论的